Hello 大家好 莎姐 現在未到8點 走完一輪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今晚吃什麼 大家看到嗎 有魚有菜有不知什麼的什麼 下面就是星洲而似星洲茶米的東西 大家看來很豐富 其實全部都是聖餘物資 我回到你家 7.3、7.4 就去兩餐飯選餐 誰知道什麼都沒有 現在看到我的東西 就已經差不多是全部了 即是 其實已經是全部了 現在下面只剩下菜 剛才看到這碗菜和魚 只剩下菜 其他都沒有了 因為星秋、炒米最後那一瓶子在我身上 然後有一瓶子 冬瓜的物體 又在我身上 然後有一條小腸子 又在我身上 人家已經在洗盤 已經不是在洗盤 下面熱的爐子的升盤 7.3 然後 我就覺得很唏噓 我這麼辛苦放工 其實我做了很辛苦 真的 這麼辛苦賺錢 然後回來 因為今天要拿東西 要淘寶拿東西 然後回來這裡 就只剩下這些招待我 真的想哭 然後 然後上衛康 打算上衛康 因為昨天看到 有一個罐頭 我平時吃開的 就是魚罐頭 平時減價最便宜都要12個多 一罐 現在做買一送一 就20元兩罐 那就趕快買回來 因為我平時錄面都會用來錄的 即是放這些魚下去錄的 然後我就發覺 大家看鐵文 冰鮮櫃 即是雞和豬 淪陷了 然後 那個 杯麵那些 麵那些 都淪陷了 而蛋糕 即是加盾蛋糕 那些 卷蛋糕 那些 都被刺激 那我就想一下 麵那些都放得久 可以買定多些 但都未至於要淪陷 他說那些人是一雙雙抬的 然後 最後就是 蛋卷那些 即是加盾的卷蛋 那些蛋糕 加盾蛋糕 你是放了幾天 那麽早買定 你說過就是三月頭開拖 可能三月中才開拖 你現在買定 你都是吃掉的 那用不用這麽誇張呢 那其實我自己覺得 香港人真的很容易恐慌 上次疫情的時候 大家買了幾次 鋪了長紙沒有 那些鋪了長紙沒有 那又說連回清溫 又大家去搶 又說要打針 疫情厲害了 又說要打針 大家去打 其實 我們香港人有多實質呢 我真的覺得 其實不需要這樣 其實你只要有兩三日食物就可以了 那當然莎姐平時都有食物的 那如果算上薯片 即是兩三日熬到的 如果算上薯片 分分鐘是四五日都熬到的 那一般人 正常兩三日食物一定有的 差在是 好吃還是不好吃 被迫要吃 還是很開心地有選擇地去吃 為什麼說兩三天就可以了 通常過了兩天之後 就有一班刁民 就跟各大媒體說 好慘啊 家裡不能吃 又沒有菜吃 又沒有水果吃 平時吃飯盒都沒有菜 為什麼突然間這麼想念菜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又說好可憐 政府就會跪下 然後當晚就會有菜有肉 有水果 你放心啊 你熬到兩天就可以了 好老實說 就算你不是刁民 你總之跟那些刁民住 同一躺 或者是同一條村 你都可以享受這些福利的 你放心 政府不會只是派給那個刁民 它一定會派給整個村人 所以你熬到兩天就可以了 而且我不覺得 會在三月頭馬上馬上開播 即是開播 因為莎姐會覺得 我想最快都可能要 10號左右 即是10號左右 你想想 最快的清衣 那個方瘡醫院 都還沒有落成 你起碼要有一個方瘡醫院 你才可以移動全民檢測 其實我現在看到 其實挺可憐的 即是現在說到 那些 即是疾去去了的人 即是連殮房都沒有 要扔出去 還要什麼 孖鋪 即是走都不能夠有尊嚴 我都覺得是慘痛 但是 我們政府有沒有出來度過歉呢 有沒有表示過慰問呢 經常都說自己很心痛很心痛 他心痛在哪裡呢 他依然躲在他的辦公室裡 他有沒有 落區呢 當然 他又說 我落區 只是 天煩天亂 所以不落區 為了保障大家 是為了保障大家 還是為了保障你自己 你不落區幫忙 不去逆區幫忙 你可不可以做多一點點事呢 經常就說 我們跟中央訂單了 我們跟中央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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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物資就會來到 你好像經常訂單我們中央做事 你好像經常依賴 但是 我們同胞的能力 你今年都不是十五歲 不是幾歲 你要獨立的 行政長官都是這樣的 你要獨立 你要向前看的 人家設定了目標 你就要盡力自己去完成 你不是要依賴人 每次都是的 你不發覺 每次都是靠內地去幫忙 你真的逼死人 你自己不做事 你就逼人做事 你快點 你自己不做事 就叫人快點供應物資給你 你就要中央壓下去 你什麼人啊 我不是說 要說他 但是我們自己出來打工 很清楚 我們有誰不想六點下班 每個人都想準時下班 對不對 但是如果真的要趕的 我們有時候要趕的 我們也要趕 但問題不是 不是要趕的 不是要趕的 是有個同事不做事 然後林拉斯 他手上 整個螺蟹 每次都不做事 然後林拉斯 十月 要交付錢 他整個螺蟹 然後就要我幫忙去取消 你覺得我火不火啊 我生氣嗎 我明明可以六點鐘 我自己的東西搞定 我明明可以六點鐘收工的 就是我們國內同胞幾好啊 和你死牙爛牙 24小時去幫你做些配件 等你來到清衣 就是災陷 24小時不停運工 你問一下我們香港自己 你政府有沒有24小時不停運工啊 沒有啊 你想想想想 我22號檢測 我到今天都還沒有收到檢測報告 幾天啊 23、24、25、26、27、28、6天 第二輪檢測 星期六已經做完 那我還要什麼時候啊 我現在每天撩完備 陰性才可以上班 但是我好像22號 21號晚 給錢 叫淘寶放貨 就是淘寶那個 就是我的集運倉 深圳的集運倉 我21號晚 叫深圳集運倉放貨 就是給了錢 那深圳集運倉 9點多 21號晚9點多都放貨 我今天啊 就已經拿到了 唉 你想想 他要由深圳集運倉放貨 然後 去到 某一個地方 然後就要上港車 港車就會去到 他們的屯門倉 然後再運出來 我們這裡的 由深圳到這裏 淘寶 都已經收到了 但這個已經是慢了 他已經說明 因為現在疫情關係 所以會慢 會遲幾天 但都已經到了 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 我的檢測去了哪裡 難道你是送去黑龍江那邊染 大家知道 淘寶都要找人車過來 香港的要找中港司機車過來 香港司機車過來 但你實驗室那些 一OK了就發訊息 不用等人的 你一定是送去黑龍江染 我想送上去黑龍江染 都更快 還有林鄭說 火眼實驗室已經可以用 到時可以每天驗10萬個 我不覺得我那天 是會有10萬人去檢測 如果你說每天可以增量檢測 可以驗10萬個 我不覺得我那天22日有10萬人去做檢測 現在差了6天 那你告訴我 我那天22日有60萬人去做檢測 你信不信 六十幾七十萬人去做檢測 當日只有22日 香港也有七百多萬人 那你告訴我 為什麼會滯後這麼多 你根本計不到這條數 那問題是 你可不可以OT 現在又說 衛生署要福檢 其實我不明白 如果你是有其他的 好像華大基因 其他人去做這個檢測 去做這個測試 你衛生署又要福檢的話 那你不如衛生署自己一拼過吧 你這麼不信人 是不是這樣 問題是衛生署 福檢那些不是陽性 福檢那些不是陰性 是福檢陽性 你真的想放生人 你想想陽性 你就真的拘捕他旁邊 你想想這些基因驗 是會有錯 我想他在那些實驗室驗 出來的錯誤肯定是會低過我 我現在用那些測試紙 如果真的有錯誤的 都是可能1% 0.0% 那都沒有辦法的 他不幸運 就算你真的要驗 你也是要驗陰性的那些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漏照 防疫是這樣防的 但很有趣的 防疫是要放病毒出來的 你檢測到陽性 我要再檢測 可能是陰性 放你出來 是不是這樣 如果你衛生署都不能做 現在又說 我不再覆檢了 連測試紙說陽性 我都相信你了 你報回來 那這些是什麼防疫 你當初就不要做到那麼足 懶惰裝了 其實很有趣的 現在應該要做足一點的時候 他因為自己做不到 就當看不到 就說不覆檢 或者相信你的測試紙 你現在做的事情是更加疏漏 現在爆得這麼厲害 你才要更加嚴密做 你報陰性就報陰性就報陰性就陰性 你不報也行 那這些是什麼防疫 根本就是想我們疫情更加爆 難怪別人恐慌的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很像傻姐那樣 單身寡女 除了吃飯有要求之外 基本上都不怕惹人 因為家裡只有我一個 但很多人有大有小 很多人一個中了 他自己沒有東西 其他人都會背 他整家人都會背 老人家 小朋友 所以我覺得政府是不是 所謂經常都說 我們已經做得很好 你根本沒有部署過 你也不要超前部署 你根本完全沒有部署 現在那些人 看到這麼恐怖 馬上趕快去打針 有什麼屁用 等你打得來 你打完第二針的時候 疫情都差不多過了 你還有用嗎 你打了針也是會染疫的 只不過你死亡了 它不會變成重症 其實打針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你不會變成危桌 或者重症 變成有更多醫療資源 可以照顧你 那你就可以撿回一條命 但問題是 很多人沒有打針 很多人押了很多床位 就是這樣的問題 你現在打也沒有用 你現在三月打第二針 三月底打第二針 你覺得三月底我們完不完 差不多完的了 頂峰已經過了 然後三月底之後是收尾 因為國家的target 是五月之前要搞定 所以三月底已經過了頂峰 然後四月那些是慢慢清美的 那有什麼意義 一早不打 你現在打也沒有幫助的 只不過你現在打了 只可以去吃屎吃東西而已 其實對於你防疫是沒有幫助的 好 然後曬命 沙姐的超前部署 現在的人才來買 給人蓮花清溫太遲了 這就叫超前部署了 撇除這個什麼養陰的自己保健的 撇除我家裡有什麼藥物 即打仗也不怕 喇叭排正路軟 然後這個是酒精棉花棒棒 我還有一隻是癲酒的 然後萬金油 這些是肌肉痛指痛的 這些是肌肉痛指痛的 噴鼻的 然後測試的 蓮花清溫 Panador 還有一些救命藥 安眠藥 抗敏感藥 膠布 熱飲 保濟軟 幸福相風素 龍角散 喉嚨痛的 角筋湯 紫舌 可能還有遺留的 還有一些洗傷口的 沒有酒精成份的洗傷口 還有一些大型黏貼的沙布 行不行 這些全部都不是現在買的 還有一些維他命的 維他命B汁沒有展示出來 這些全部都是我平時 見差不多沒有就買定的 還有一些 現在可能不需要用的 毛鼻滴 這些才叫超前部署 我口罩有大把 也有加手套 不是那些藍色的 是肯德雞的加手套 也有 還有噴空氣的殺菌 還有噴塵滿的 當然其他的消毒藥水 或者拖地那些有 不過不早 這些才是超前部署 你現在和人搶 你根本上是 有少少被人當水魚用 那沒辦法的 我免得騷擾我的食物 等一會讓大家說我這麼多薯片 希望大家 如果 真的 要買藥品 買些基本的就可以了 真的買些基本的 為什麼買基本的呢 因為現在急症室也 受不了 你去診所也不代表什麼 都這麼多人 可能也有中招的 你買些平時用開的 舒緩性質好一點點 那你也是靠自己好的 現在你就算感染到新冠也好 流感也好 你也是靠自身抵抗力的 所以你需要買的 就是可以舒緩你症狀的東西 讓你舒服一點 我亦都有些 即是敷在這裡的冷凍貼 我亦都有的 精氣眼罩 精氣眼罩是平時睡覺用的 但好像我那段時間頭痛 有時候把精氣眼罩 推上來這個位置 讓它暖暖地 舒緩頭痛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是我自己自創的選擇 所以大家 找多些 平時會有機會用到的 可以幫你舒緩的 讓你睡得安心點 通常都是的 你睡得好 你帶抗力會好些 而有些精狀令你睡得不好 你是更難打贏 這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幫到大家 今次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